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能够多挣钱 对 所以我爸爸也说让我一年打少一点官司 平常是一个月打三个官司 现在减到一个了 所以要谢谢爸爸 很多小人就不会被我告了 一个月一个 一个月三次三个官司 那一年还是有12个官司 我去就打七个了 今天就别说你的官司了 但是说的这个人跟你有点关系 跟我也有点关系 我先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最近又打架口诛笔伐了 反正是引起争议 两三千的学生下跪 三千个 三千学生 给谁跪呢 给老师跪 谁忽悠起来的呢 是一个叫李洋的人 本来呢 这个李洋咱们请他做我们节目 但因为档期跟这个嘉宾不合适 所以咱们就把李文请来了 不过李文 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提醒观众 咱们的言论要平衡 李文说话也可能有立场 因为你跟他算是竞争对手吧 也不算 我不是那种洗脑大师啊 我是真正的用conventional的英文去教 他是用叫的英文 我们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先给你讲讲这个事 李洋疯狂英语 你知道吧 到处做演讲 教人英语吗 谁来拍个电影 是吧 张元 拍过他一个纪录片 待会我再给你讲这事 他是最近去那个好像内蒙吧 一个学校请他去 几千学生 然后他这个你想这种演讲 他我都参加过 他放音乐 伴随着音乐 人很容易流泪 他因为音乐 他先讲就想想我们的父母 我们心里不有愧吗 所以有些学生据报道 留下了这个热泪 然后他就起来了 就说今天是教师节 我们要向老师感谢他们 那个教育之恩 对吧 开头的报道 说的是什么呢 就李洋让大家跪下 向老师跪下 后来引起争议 因为李洋把这个照片呢 刚才这照片呢 放在他博客上 他自己放上去 放在博客上 也就是说引以为骄傲的 这么一个照片 反正是引起争议之后呢 他这个博客上又出来了一个声明 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向李洋老师下跪 是李洋老师让学生们 向他们的老师 开始说是说是什么鞠躬 但是因为当时大家好像都是 这个席地坐在操场上吧 这个叫站起来鞠躬几千人 不方便 所以呢就临时改为 还不如跪方便 跪拜礼 就是一扭身回去 就跟身后的老师跪下 老师们没准备 就受诸无措 可是跪得很整齐啊 刚才这个 这个不大像一个自然的 这个是一个这么整齐的 全部一样的动作 这个是一定有些口令 在指挥的 对不对 是吗 而且我觉得他 我刚看那个空间的感觉 因为我可能 看政治高太多人的关系 就会比较分析那个图片 就是说 我觉得他 他的那个距离 距离绝对可以 你整个人要去在地上 打个转的话 半圈的话 因为他头是要 冲着他后面的老师 他绝对可以人 因为你人是直的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在行政法庭 又打官司 咱们咱们不谈这细节吗 好了 大家聊天 就在聊什么呢 就是说跪吧 跪是跪了吧 要不要通过跪这种方式 向老师感恩 这就像大家在说这事 我觉得 你不是讲礼仪的吗 对 礼仪 可是我相信也有分吧 因为现在 我在国外学的这种 不是学 就是说 只要听到跪是很隆重 就是很 就是怎么讲 就是对神会 就是对神会下跪 会去教堂 像Sunday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小盾子 一个小小的那个Pillow 这个叫Pew 叫什么 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垫子 他前面的木板也有点突出来 所以他跪也不是说跪在地上 对 是跪在一个椅子上 或者是有人要跟我求婚了 那他不是真的跪 是一个脚跪 所以我觉得 就对神要跪 求婚的时候要跪 他是美国文化 你像我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呢 男儿膝下有黄金 跪天跪地 跪父母 当然后来又加了 可以跪老婆 除了父母和老婆之外 其他人 老婆就求婚的时候跪一次 不是说是跪算盘 跪搓板 当然有些这个很有身份的人 回家也跪搓板 但是 徐老师 但是几千个 几千个一起 那就难了 你有什么观感吗 徐老师 我想想去黄土地里边 那个镜头 你知道80年代 陈凯歌拍的电影 黄土地 看过没有 他里边就是中国人求雨 讲黄土高原 这个比较蒙昧 我们民族性 是比较被愚弄 什么 就是求雨的情况 一大片的这个民众就跪下 大片民众跪下的画面 我印象深的就是黄土地那个画面 然后就是这个了 这个画面要是出在21世纪 说重一点是我们的耻辱 你这么看了 整个民族的耻辱 我觉得礼节好像因时在变 这不是礼节 这是群众运动 有点销售 要卖 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呢 曾经有人跪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知道 还有台湾的红三军 前一阵 那个失明得主 居然也跪 我当时正在想 哇 这两岸真是一样 这有什么好跪的 你在那个抗议跪什么跪 我想起来了 我相信你爸爸曾经在节目里还骂过台湾的一个就是就是像陈水扁那个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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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的一个年轻人说你为什么要跪下向他陈情呢是吧跪下去去干嘛就在申请什么吗他就谈但是你我为什么说时间呢你像我爸爸跟我说过他小时候那个时候是要跪先生的比如说到私塾到学堂对那是父母领着父母都跪对但是这种东西到今天到今天哈我生活当中的人什么时候跪哈我见过父母去世了 追到会上最后遗体要出去的时候身份不管你是教授也好你是艺术家也好你是做官了也好跪下送别自己的老人我理解我同意除此以外不接受尤其这种群众场面耻辱我一点不怪这个煽动的人我怪的是这些跪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下学生的孩子对呀很容易从中 怎么能教成这个样子呢小孩子现在是识别黑白都是分别能力都不太好了而且不够活泼老师讲什么都做什么家长说什么做什么他没有不够没有创新力你今天他什么理由叫他们跪的你不是你不是还有 对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他是这样他这次是说向老师们感恩刚才徐老师所讲到的呢是当年李扬的这个疯狂英语啊这个张鱼儿导演曾经给他拍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里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当众这种演讲的片段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兰州大学的七十二烈士幕旁边喊了四个月的英文每天喊两三个小时我还记得当年下着雪我穿着军大衣穿着大头鞋中午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在这里喊英语海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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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把功课学好的人不去奋斗的人如果你不去奋斗你首先就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你就是一个人渣子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让父母感到骄傲对不对 是所以我说呢我大声我我今天也带大家这么大声喊啊不要不好意思啊中国将来不需要这种人啊一上来以后讲不出来了 需要做一个自信的中国人他跟我说 中国人 中国人 很好 变局了 这是徐老师说的就这个段落了 嗯你知道这个我对群众 我根本听我他讲什么他英文发言都不准 啊是吗 而且我们刚刚又讲民族主义就是说为了中国人三亿人什么这个一大堆的有必要打过美国是吗 还有他就说什么学好英文占领日本学好英文占领世界 学好英文打倒美国 学好英语打倒美国 美国帝国 美国 这理性吗有必要吗 这这教育家是这样讲话的吗 是个宣传 没法替他 徐老师你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他说这个父母什么之类的时候 我看你的声音哽咽呀不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群众运动我自己也参加过群众你你听刚才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如果不好好奋斗是不是对不起父母 学生说是对不对 然后带下去你们这样就是不是人渣 他们就说是 你听听看你不好好奋斗教不了功课对不起父母是 很对我也说是 第二句说这样你们是不是人渣 什么叫人渣 这是非常重的词 接下来大家也是 这就是群众运动的可怕的地方 你明白没有 就是当周围的声音强了以后 我听过陈水扁演讲音乐一伴奏 吕秀莲演讲 他也是这样前面一句是有道理的 我们台湾人现在高科技发展很振奋人心 他就说是 然后我们就要征服世界下面也说是 上纲上线真可怕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放过这段录像 向上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毕竟是主持人不能像你们 我得居中 就是说 他的这个事 我就跟你说 过去我们不认识 我曾经去过 因为在广州的时候 他曾经请我 我就去过 我也跟着吼叫过 所以我知道 从众心里 不是 你当时听他说 像咱这不会英语的人 觉得他说的也没错 说那个中国人的口腔肌肉 你不习惯讲英语 而且就中国人脸皮薄 你一定要就是说 有一种不要脸 就是脸皮厚的精神 跟着我大声喊 我也跟着喊 你无解我的意思 作为 我倒是跟李文的看法不一定一样了 我觉得作为一种教英语的方法 土法上马 你这个羊子正规的 大学都在有 他自己有一个土法上马的 也许也有成效 就像很多人看病到西医大医院 但也有些中医的偏方 也有医好病了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禁止他 所以他这样教也可以 问题是他现在弄出来 他像一个群众运动一样 我所关心的是群众的反应 而不是李扬 我完全没有怪李扬的意思 就群众怎么会在这种情况下 会像中了魔一样 会把自己不教功课 然后下一句就认自己是人渣 这两句话中间没有任何间隔的 第三句就是自信的中国人 这么多群众就会呼应下去 你想想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像我一样 是一个人个人 你知道他不能跟大集团 像新东方或华尔街这样去 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 鱼班怎么讲 那个英文班中心中心的一个开 所以他必须要去用他的一个 的形象一个品位 不管是烂品位还是好品位的人 就去开始每个村 每个省 每个学校去演讲 我就说问题在于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的通过这种方式能掌握 反正我个人来说 当时我记得他就说 你们不要到了这个外国之后 只会跟人家外国人说一个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结果到最后到今天为止 我记住的就是这句话 碰见外国人 我说My English is very poor 就我的英语很差 我也参加过这种游行 你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根本不同意他们喊的口号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没什么目的 就是说达不到什么效果的 可是就因为朋友去了 说你一起去吧就去 可是几个小时以后 你就进去了 你就觉得喊的口号是很有 而周围有很多眼光期待你 周围都喊 几个小时以后 你就觉得你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我所关心的是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我给你提供一个注解 你提到的这个 刚才你说的这个纪录片 咱也不能光宣传它 纪录片不是这个吗 当时还出了本书叫疯狂英语 然后可能是张媛吧 让这个王硕给这个写个序 但是王硕当然是一家之言 但是他说的也 也类似于你的这种观点 他说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通过李扬的方法精通了英语 而不是仅仅会在大厅广众之下 拿英语喊几句 我热爱丢脸 看那架势来的男女老少 更像是开世事大会 李扬的兴趣也更多的在唤起民众 或者吴宁说 煽动乌合之众 我见过这种煽动 那是一种古老的巫术 把一大群人集中 用嘴让他们激动起来 就能在现场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 可怜的人也会顿时觉得自己不可战胜 中国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办的 做一场梦 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而且王硕说 我同样不知道李扬是出于无知 还是刻意追求戏剧效果 还是他就是那么认识的 他那些频频使用的 一上来就能得个满堂喝彩的热场词 可说是赤裸裸的种族至上叫嚣 这不幽默 我不相信我们国家强大 是为了你那个不靠谱的种族主义目的 这当然王硕说话一向比较这个尖刻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 他有点让我想到 就是国外你们时常会在看到那个电视 就是说有一个传教的人 对不对 就是那个referent 时常都会有丑陋的 被最后又被打下来 这些被曝光 就是说他们会就是碰你一下 就是传教 就是那个教 referent怎么讲 也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会演讲好多好人就是这样子看着你 就是说我有病 我有病 就是说你要帮我医好 他就这样碰一下 那个就昏倒了地上 病就没有了 就残庇人也可以 残疾人也可以开始走路了 就全部都是 我见过一段录像 叫我不讲他名字 因为后来取地条 是一个男的 在一个大的礼堂 几千个女的 等他去碰他们的乳房 然后他每一次碰了以后 他就下去 就是用方言 他那个江泽的方言 下去都是乳房癌 然后据说被他碰到多次以后 有的人真的好了 所以就有几千个女的 在那个礼堂里排队 所以我经验看到的录像 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就买那个茶叶 那个茶叶叫信息茶 是这个人 他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个茶叶里了 然后回家 然后他有一种信息磁带 回家他们就放那些磁带 相信他的那些人 最后得到很好的结果 他们锻炼身体 他们 我认识的亲戚 你一点都没法说说服他 他真的身体变好了 可是我看到这个场面几千的女的排队 等着他说下去 我觉得有些可能 你说是不是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这个他毕竟跟李扬 这个他不能等量 他那个水平高 还没直接 他李扬的这个疯狂英语 照我说 你有些事 你如果咱们从最善良的本意来理解 的确你像中国人讲英语 他比较自卑 像我就不愿意开口 那么他那种造成一种 让在短时间内 在那场演讲里 让自卑的人自信 敢于大声喊英语 我有时候想 说如果说回去之后 他天天这样持之以恒 在楼顶上这么坚持 是不是对于他的口语 确实有一定的益处 你还是不懂 他现在没有教语法 还有发音 比如说短音长音 所以他是 他的大部分的 一半你不晓得 他们像你死背 一个作文 他的作文 或他选的作文 所以他是死背死背 大叫大叫 你觉得可以学着什么东西 他都根本没有学到 他那个教了很多人 是不是都有成效的 应该有些统计吧 他叫那些统计的人出来 喊喊就会比较好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现在你看很多地方 你像这次学校 他不就请他去讲 这才是值得担心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是他一个人 有这样的教法 那是很正常 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学校的校长 负责人 教育系统的领导 还把他看作是 很好的一种教学方法 把他请来 把几千个学生 组织起来 学生的家长 把孩子送来下跪 不仅是冲着他 也冲着你组织的学校 跟你这个教育系统 他背后有一套 权威的机制在资助 而这些人还会真心下跪 然后就说 对 我是一个人渣 因为我自己先 拍下来的吧 这不是我照的吧 不过我第一次来内地 第一个学校教 就是人民大学 那我也批判人民大学 最后我也被开了 不过就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就是说 指定 什么 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文 你就用这个书教 指定 这个部长 你就给我去 把它升级 你知道吗 所以等于说 书这些东西 课本 在我们教 都教书的 徐老师 课本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你不是要跟老师讲 是要有用的 有效果的 我们教了几十年 都是教这种课本 那他就说 我觉得这个 就刚才讲的 这个组织 还有这个学校 也丢了这个学校校长的脸 而且他们还觉得 这种方法有效 校长也不知所措 校长说 当时这个下跪的场面 他也没想到 而且也没想到 把照片给公开 没有 他那个下跪以后 9月13号 李扬又干了 在那个武汉的什么 某工 那个某工高校 要女同志去 替法明治 开始剃头发了 没完没了 这个人疯了 先下跪完了 再剃头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很明显 因为我不去过一次 就我看 至少他本人 在现场 当时 是自己把自己也感动了 一般都是 假如那种 这个气场 群众性场合 是有气场的 他们说 德国女的看到 听希特勒演讲 就高潮 就是说真的高潮 女的真的高潮 所以人类是有 这么一种境界的 很多人也追求这样 只是 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小孩 在里面这样想 我觉得这不是 什么高尚的境界 这是很虚伪的一个 你怎么那么容易 被煽动 怎么回事 我这人就是墙头草 随风倒 到哪你们爱喊 我也跟着喊 但是你让我第二次再去 那就什么 所以我也学不会英语 我对李扬 其实没有任何的成见 我只是觉得群众的情绪 中国的群众的情绪 有些行为 很容易被运动所带过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人家现在说 为什么炒楼炒股票 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很多钱 银行的利息不高 没办法投资进去 所以滚出去 信仰的东西是一样 就因为正规的宗教 或者和原来的教育的共产主义理念 很多人现在觉得进不去 所以很容易转移掉 学英语是官方认可的 虽然它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批判的 就像很多同样的行为 这样的做法肯定就被取缔掉 可是学英语是全球化 所以是个很好的理由 但是没注意到 像下跪剃头这些方法 那么大量的群众 这个方法其实跟另外一些东西比较相对 就是作为个 我现在觉得就作为个人来讲 比方说我一定要攻克英语难关 他很成功 我头悬梁追刺鼓 是吧 我是我个人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小孩子 小孩子是最单纯的 的时候 你敢跟成人讲 你跟我们三个成人讲 我马上就把你踢出去了 也不敢跟我们讲 所以他是 这算是小孩子 是弱势群体的 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你是自心发达的 要爱父母 我成水平水平就 他照样可以让成年人照样成贵 台湾的 放音乐 演讲 这个音乐的演讲 说我开始想 我不会 我怎么会听他 后来发现 真的很厉害 没错 他这个音乐上来 他的异扬顿挫 而且你看好莱坞大片 你就咱就分析过吗 这里头是招 你比如说你外行人 你不是那种情形 是那种情形 这个在相应的一个情绪点 上 音乐器 然后我们出来 还以为别 成心 没错 他这个 他这个